上回书说道 大人尼济祖 派人探明了威山湖的情况之后 就让县令张世荣帮忙 指挥人马恋慕为伐 大兵就冲进了威山湖 威山湖之中 老寨主交雷交震天 本来指挥手下人 想把石家寨还有左梁这些人 全都消灭 万也没想到这时候 大批的宋军 有打外边杀来了 交雷一走神 被左梁这剖剑 削去了一柳头发 交雷一害怕 一个跟头翻身倒在地上 就咕噜出去了 左梁跟众弟兄一看 后边大队人马来了 一个个奋勇当先 望前就冲 交雷带着残兵败将 就杀回了通天寨 左梁心中非常高兴 指挥兵将吩咐众弟兄 望前杀 一定要活捉交雷 那么交雷带着残兵败将 逃回山去之后 看见了林中 还有小莲花雁风 让他们两个人 马上指挥兵将 把山道的寨口全都拔好了 增加滚木雷池 严防宋军杀上来 交雷决心回到寨中 调记全微山湖的人马 要跟尼记组决议死战 当交雷来到大厅 少下人禀报 交老帅 老建口楼吉子 还有一位朋友 在书房已然等候多时了 交雷一听楼吉子到了 赶紧来到客厅 进了屋一看 在楼吉子旁边 还有东海五怪的大怪 这大怪跟楼吉子并肩而坐 神情自若 正然说话呢 交雷赶紧上千十里 哎呀 二位老侠姐 大事可不好了 楼吉子手里胡须 怎么 难道说送兵杀来 这仗没打赢吗 看这样 你可十分狼狈 焦雷就把失败的情况一说 老道楼吉子一听 双眉倒数 二母袁正一咬牙 就跟旁边的大怪说 无老建口 按说 民武艺高强 本领出众 会用兵会打仗 您说 现在威山湖的仗 应该怎么打 楼吉子呢 就想把大怪武天凤 这伙将起来 这个大怪武天凤 是峨眉山 峨眉真人 仓博央心爱的徒弟 半道半俗 这次他没有带来多少兵将 只不过带着手下随从 还有几个心爱的人 他听焦雷和楼吉子一说 哈哈大笑 哈哈 这有什么呀 不就是娃娃做凉吗 他敢这么狂吗 焦大侠 你马上传令 调集所有山寨的兵将 绝不能让贼兵逃走了 在下跟楼老建客亲自迎敌 不捉住左梁 事不为人 说完话 他一甩衣服 伸手游泪下 拉出宝剑 把剑上的疙瘩嘎啪一声 这剑劲就裂开一刀放 老吉子跟焦雷都知道 大怪武天丰 他在宝剑里头 剑瓣上安着机关 里边有转楼 这转楼一摇起来 从里边放出一股气 这股气放出来 蓝蛙蛙的 不管多高的成名的侠剑 闻上他这股气 就得同一眼花 如果这口气 喷到眼睛上 二目难睁 他这口剑 在关键时刻 往前一推崩潰 这宝剑里 能发出七颗透甲砖钉 这七颗透甲砖钉 都让毒药给喂了 打到人身上 这人就得中毒身亡 昆仑大厦武天丰 手按宝剑 跟楼吉子说 道友 左梁这次来到此处 他们也不会走的 打了上仗 他们还是贪心 一定前来进攻 老道长 我在这守着这座山寨 你马上前去吊人 如果左梁这个小子 要来到通天寨 嘿嘿 给他一个撤水拿鱼 一战成功 好 楼吉子点了点头 让焦雷 传令全山做准备 防止敌人进攻 楼吉子就告辞 回归自己的鸳鸯宫 前去调动大莲花的人 楼吉子回到了碧仙亭 亲说 我首先得把我干女儿 江湖凤找来 他对这鸳鸯宫 碧仙亭里的 小小埋伏最清楚 让他给我看住碧仙亭 这件宝衣 绝不能让别人抢走 如果说这仗打败了 宝衣不能丢失 一定要献给龙霸 龙千岁 只要江湖凤 替我看着这件宝衣 看着碧仙亭 我去打仗 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想到这儿 他赶紧往下传话 令人把江湖凤叫来 没想到少许人 戳些半天 一直到天擦嗨了 才回来 老监客 我们找了半天 没找着您的干女儿 女监客 江湖凤 这个老妻子 倒吸了一口凉气 现在左梁跟宋军 已然杀进维山湖 这江湖凤上哪儿去了呢 他坐着正想呢 突然间就听见外边有人哭 这声音漆漆惨惨 越来越大 老妻子 耳音特别好 你别看他岁数大了 身为武林中的人 眼观六路 耳听八方 一点的声音都能听出是怎么回事的 这哭声很近了 老妻子大师已经站起来 他听出来了 这是上了年岁的人在哭 而且哭的是自己 哭的声音 哭的是什么呀 天哪 天哪 杀人的老天哪 哎呀 这真是严霜单打毒根草啊 老妇诺大年纪 我叫这么一个儿子 楼吉子啊 楼吉子楼吉子 你出了家当了老道 绝了我们后代香烟 你当了老道也好啊 儿啊 你倒做点正事 不了想你不行正道啊 听说你今天晚上顶多到明天早晨起来 你这脑袋就要搬家呀 我再恨你再怨你 你也是我的儿子 楼吉子 我的儿子啊 楼吉子气坏了 这什么人在这骂我 我的父亲早已然离开人世多少年了 这是哭吗 这是有人诚心找我的便宜 这声音越来越近 儿啊 楼吉子啊 天哪 儿啊 你可不能死 把楼吉子气得 一抖身形就跳出后窗了 往四外一看 没有动静 再一听 这声音是从东北方向而来 琢磨这声音的距离 可能就是在半里之外的小树林 楼吉子大怒啊 一伸手抽出自己的兵的 同体一晃就本东北方向来了 不到半里地听到了哭声 他刚想过去 就听见这人哭 儿啊 儿 好像背过气去了 哭着哭着他怎么不哭了 难道说真背过气去了吗 这是谁呢 楼吉子快步追到树林 往里边一看 地上有烧的纸 一堆一堆的灰 人可没有 再一听 这哭声又起来了 这声音离着有半里多地 这么好的功夫 怎么这么快呢 这是谁呀 半里地之外又哭声了 楼吉子啊 儿啊 你完了 手张纸吧 大概你快完了 楼吉子一咬牙 顺着哭声又追出去了 等到了那儿 这声音要远了 楼吉子 报应 报应徐吉子 你外面杀人杀的太多了 都找你要命来了 楼吉子 楼吉子心说难道说天黑了 闹起妖魔鬼怪 楼吉子他是成名的剑客 大莲花的门长 他能信这一套吗 他顺着声音又望出追了一里多地 声音消失了 他要追出四五里地远 追着追着 哭声没了 他正找呢 突然间就听见 冤阳公方向一阵大乱 帮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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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 啥了呀 不得了 着火了 楼吉子回头一看 一压 楼吉子可哆嗦上了 整个鸳鸯公水一片大火 而且从那火中看得出来 在那火堂里头 有不少的硫磺嘎的 大硫磺蛋子乱飞 楼吉子暗吃一惊 这时候又听有人喊了一声 后边着了 这个声音虽然离得很远 但是听得很清楚 楼吉子再一看 冤阳公不但前院着了 后殿也起了一把大火 楼吉子赶紧往回跑 就听见有人喊 了不得了 拿妖精啊 拿妖精 妖精来了 楼吉子明白了 哦 刚才这哭声 这是贼人定的诡计 调虎离山 把我调出来 放火烧我的鸳鸯公 楼吉子不顾一切忘回跑 到了大火前了 帮罗其名 手下门人高声含嚷 了不得 这妖精好厉害 伤了人了 楼吉子再一看 中心殿前后院全都着火 里边大乱 听说伤人了 楼吉子撒腿就跑进火堂 这时候救人的跑出了两个人 这两个人是楼吉子的徒弟 一个叫张道公 一个叫李道玲 师父 您上哪儿去了 了不得了 怎么着的火 刚才小道士送饭去 发现听手动静 一看上边闪出一个妖精 站在房上 这个妖精跟人高矮差不多 身上黑毛 一尺多长 二目如登 这个小道士一害怕 叫了一声望后一退 茶壶茶碗 茶盘子全扔了 这妖怪在上边 大脚一声一跺脚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两只手就出现两把大火 他往哪儿甩哪儿着啊 下时间前听大火一起 我们大家伙出来救火 没抓着妖精 大家正救火了 后听又发现了这妖精 也不知道他怎么去的 又放弃大火 中间也放弃火了 我们这些人全都出去抓妖精 看见妖精了 这妖精武功还很高 车文通上街大战 妖精不知道怎么地中了妖气了 等我们把他抬回去一看 这车文通 这些肚子好像让妖精的爪子 给豁开了 把我们可吓坏了 再一看西瓜院里 这小道友也死了三次个呀 道长这么会儿功夫您上哪儿去了 娄机子真是莫名其妙啊 这个时候大火起来 风借火力 火借风威 眼瞧着鸳鸯公大火冲天 娄机子到这个时候反而沉住气了 我问你们 刚才让你们去找呼缝 找了没有 没来啊 我们奉您之命在这找 找了半天就没看见女剑客交呼缝 老道哼了一声 直奔毕仙庭 到毕仙庭一看 毕仙庭虽然没有着火 但是里边所有的机关消消埋伏 全都反了弦了 娄机子信说 我这个毕仙庭的消消埋伏 可不是一般的 请来多少高人替我制造的 世上没有人能破坏 我毕仙庭的埋伏 今天为什么一着火就反了弦呢 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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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习子真急了 绕着毕仙庭连喊在找 绕了两圈 也没找到焦呼缝 等到了焦呼缝住的屋中一看 不见人 看他的屋子里的消消埋伏 也全都反了弦 到底焦呼缝是死是活 老习子一琢磨不对 自打焦呼缝 近日下了微山湖 到东京便凉 他就跟那小莲花燕凤 扯得一块 焦呼缝这次回来 焦雷是千叮零万嘱咐 让我看住焦呼缝 小心这小莲花燕凤 所以我才把小莲花燕凤 调到外营 把焦呼缝留在我鸳鸯公 碧仙庭 我跟焦雷说了之后 焦雷非常满意 没想到 这焦呼缝 跟我要求了好几次 要到外边 跟小莲花燕凤在一起 让我给拒绝了 今天焦呼缝走了 火烧我鸳鸯公 难道说 这火是他跟燕凤放的 不对啊 他想到这走下楼来一看 手下人还在救火 楼妻子摆了摆手 醒了 别救了 让他烧吧 把焦雷公一把大火烧了 我不要了 龙王千岁 将来要登基作为 打下东京汴梁 我楼妻子在东京汴梁城 在重修庙宇 老道还真狂 他带着手下人 赶紧就告本通天寨 到了通天寨 天光已然蒙蒙亮了 大怪武天丰 正在召集众人 一次次探马前来禀报 宋军已然到了石家堂 楼妻子到这儿 把经过秦框一说 交雷气坏了 来呀 赶紧把小莲花燕丰 给我调来 少下人前去找 公府国大回来禀报 小莲花燕丰也不见了 焦雷气得直哆嗦 楼道长 呼风这丫头不要脸哪 跟小莲花燕丰扯的一块去 既然他不见了 那宝衣呢 楼妻子摇头 焦老剑客 还用问吗 整个机关全都反了 闲了 没有人 宝衣当然是不见了 难道说 这宝衣让焦虎凤 跟燕丰盗走了 这时会儿 楼楼兵往里跑 禀报焦雷 元帅 大事不好 何时惊慌 快快禀报 元帅 左梁跟尼姬祖全军人马 离了石家堂 已然杀本通天寨 离这儿不到五里地了 请您定夺 好 焦雷气得爆笑如雷 左梁尼姬祖 敢拦戴我通天寨 焦雷一报全 二位仙长 你们说这仗怎么打 大怪一阵冷笑 左梁啊 你今天来了 就甭打算活了 我的四弟死在你手 大仇该报 楼老道长 焦大帅 智慧人马杀下山去 一个也不能让他们 逃出危险虎 好 老七子就请焦雷 望下传领 焦雷望下一吩咐 全军出动 下山迎敌 这个大怪五天风 后边带着河南的林钟 还有老狼神吴泽 主帅焦雷 带着重贼 还有全身的楼楼兵 冲出山寨 就在山前把队部裂开了 这些贼人往对面关桥 一天宋军列着队 左梁带着重将军 押住全军大队 两边把队伍已然立好了 冯尊 他一看楼基子在镇中 就想起了 到鸳鸯亭 自己中了埋伏 还中了两个火箭 冯尊一生气 往前一跳 您别瞧这错蹲子 是这些贼人 没有不认识他的 一看冯尊出来了 就瞧冯尊跳着脚着马 你楼基子 你拿进手 我这回小子你还跑 楼基子气坏了 又想起夜间的哭声 鸳鸯楼一把火烧了 焦屋旺也没了 宝衣也丢失了 他就把这口气全撒在冯尊身上了 谁啊 给我拿下这小子 将他碎尸万段 楼基子画阴刚落 河南到了林中林阔海 望前一村 冯尊 这回你还想跑吗 我就报河南殿中之仇 说这话 他笨冯尊来了 冯尊一看林阔海来了 他知道自己打不过呀 这冯尊主意多着呢 嘿 呃 林阔中 我问你 你知道你家冯尼雷公仔的厉害 你跟我是单打独斗 还是手下一起来 嘿嘿 林中一笑 打你这小子还用一块上吗 单打独斗 你也休想逃脱 呃 这是你说的 那是自然 啊 即使这样你小子说话不算话呀 那你看你后边那都是干什么的啊 拿着弓箭 发按键 呃 好啊 你前面笔画后边发箭 这菜 英雄 算狗雄 林中 新船这是谁呀 我单打独斗 对付冯尊 还有人 在后边帮忙吗 他牛俩 往镇州 怎么一看 这雷公 早就把小厨准备好了 望出一扔的小厨 打 林中回头一看没人 就听见声音打 直到中计了 往旁边一晃声 躲闪不及 砰 这一锤啊 整打在他塞一棒子上 疼疼难忍 他还没想过味儿呢 接着冯尊 又一个开天扎 跟着又扔出一小锤来 这三下 林中全没躲开 打得林中 是连滚带爬 就滚回镇州 嘿嘿 这下活来功可乐了 嘿 哎 哎 攻击尘 目尽飞 看见没有 啊 左梁 哎呦 我上来 哎 我就能赢 林中小的一招命 一招 就完了 老道楼机子 喊了一声 大家赏开 不能让冯尊逃脱 楼机子 长重兵人 迈不放前走 哎呦 冯尊心说楼机子来了 我六个也不行啊 冯尊他就骂上了 他说楼机子啊 啊 你小子有多大能力 把楼机子气坏了 我成楼机子了 冯尊 两进江城动手 你为什么骂人 你小子也骂呀 贫道不会骂人 那好吧 你听我一人骂你 楼机子气网上撞 望前一蹿 冯尊心说我成吗 这时候左梁早就看出来了 左梁掌中宝剑冲到阵前 冯尊闪躲一旁 冯尊望后一退 左梁望当中宪一战 熟识宝剑 楼机子 我左梁跟你走上几招 楼机子一看左梁来了 要跟左梁决一胜父 到底胜父如何 下回再说 我来说